小小貓咪出來放風 哇 酥泥酥餅關在裡面 小貓咪 愛多肉的涼太熱熱了 先分享一下 這個是我昨天嫁結的沙漠玫瑰 你看嫁結在這裡 我把它大片的葉子都去掉了 留了兩片 當然你全部要去掉也可以 去掉葉片是為了減少水分的增散 那這樣比較容易成功 給你們看看我之前牽插成功的案例 你看 它就是找一顆然後這裡切一個 就把它放下去 然後用那個膠帶 我都是用普通的透明膠帶而已 它有專門的膠帶 但是太貴了 我不想去玩 我就用普通的透明膠帶 剛牽插也是一根 然後後來呢 我就再把它剪掉 它就長出兩個 這個是我的白色的雪球沙漠玫瑰 我原來的那個母豬掛掉了 這是我自己簽 就是嫁結出來的 好開心喔 這是成功案例喔 那這顆目前看起來也還不錯 但是它要放在閃光處 什麼時候才能拆 通常我都超過半年以後才拆 有在生長然後超過半年 然後這個是成功案例 我要把它架結很多很多 其實沙漠玫瑰現在花錢買就有了啦 但是問題是你想要的品種 有時候你有錢也是買不到的 所以可遇不可求 所以可以自己嫁結 我當然就自己嫁結啦 這個是黃色沙漠玫瑰 就是葉 那個花形上有紅色線條的沙漠玫瑰 黃色有帶著紅色線條的 那我這個布丁呢 它已經這個在凋謝了 像這個超長的 這個我應該要再找一株 然後把它切掉 這裡可以嫁結 這裡 這根很長 也是這樣剪掉 然後這兩個剪掉 它這裡還會再長分芽出來 那等這個躲開完 我也再來剪掉 然後這裡就再長兩個分枝 這樣它的分枝越來越多 開的花朵也會越來越多 你不要一次整顆全部弄 我都是一點一點弄 那這樣它這邊是正常的 它就會再成長 通常這個金桿 我都會讓它長比較長的時候再弄 像這一顆紅色的 雖然這個看起來也是可以剪 但是這個金桿不夠粗 成功率會比較低 所以我通常都會讓它再長粗一點 再來進行 那因為這個 雖然它也不是很粗 但是因為它就是很長嘛 很長就代表可以剪了 所以等一下我就會再來把這裡跟這裡剪掉 這樣我就又有布丁沙漠玫瑰了 好開心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多肉 就是我的這兩顆黑色餃子皮 你看 全部都變成綠色了 雖然有在健康成長 但是它們真的很怕熱啊 這一顆 給你們看一整圈 有沒有發覺它的灌符變小了 而且這邊的葉片少很多 因為它們熱熱熱熱熱熱到 葉片都這樣 你看 不是完全果凍 但是又是快要果凍的樣子 這是我剛剛拔下來的 前陣子我總共拔了這一個 大概拔了六七片 包括這片 8片 那這顆呢 大概也拔了4片 你看 把它放在閃光處 它就變綠了 把它放在陽光下 陽光太強 它又會曬傷 然後又會掛掉 哇 這個黑色餃子皮 真的是難以照顧啊 很多多肉 在都市裡 溫度過高 通風又不是那麼好的狀況下 真的是很難生存啊 哎呀 怎麼辦 期待它能夠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活著 我的黑色餃子皮 現在變成綠色餃子皮 哎 只能敬意而為了 你看看 沒有澆水 沒有澆水 但是這個土 這邊有淋到一點點的魚 就噴濺式的噴濺到 然後這邊也還好 看起來好像還沒有很乾 這一顆比較乾 因為它的面積小 這一顆還比較潮濕啊 哎呦怎麼辦 好害怕哦 但是它們的寶寶 倒是成長得還不錯哦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寶寶 我的黑色餃子皮包包 我總共敷了八盆 就是有八片葉子 目前每一顆都 還可以 成長得還可以 八顆都還活著哦 希望它們能成功肚下 哎呦 黑色的多了哦 真的好難養哦 你們有養黑色餃子皮嗎 你們有人可以支招嗎 我覺得快要扛不下去了 現在是綠餃子皮 太陽很熱很熱 真的是不行啊 我好怕它曬傷 這種黑色系的多肉真的是 缺陽光它就綠給你看 你給它照陽光照太多 它又是 也是會受傷 好 期待它能順利度下啦 就只能這樣啦 不然怎麼辦 好了 今天黑色餃子皮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咯 歡迎評論點贊 還有別忘了訂閱咯 我們下個視頻見咯 期待我的最霸氣的黑色餃子皮 可以安然度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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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